一位中国高层表示 对确诊的新冠病例或与病毒携带者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潜在接触者进行筛查 可以帮助发现尽可能多的潜在感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 时空相伴的人是指在附近被发现的人 面积为800米乘800米的区域 在给定的14天内 确认病毒携带者超过10分钟 追踪和筛查时空同行的主要目的是 及时发现尽可能多的潜在感染者 以防疫工作先发制人 对于时空伴随载来说的话 我们及时地把它拉入到发现的人群当中 主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 把有可能感染的人及时地发现出来 这样使得我们整个防控工作 提前提早 这样把我们防控的窗口向前推进 吴尊友补充说 对于未通过风险筛查的时空相伴 应按照防控要求 在家中或指定地点隔离 直至筛查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